尊敬的特友们,大家好,Facebook,YouTube,这是文贵的8月3号的报平安直播,本来今天没有报平安直播呢,因为从昨天到今天很热闹,很热闹,昨天的我们这里凌晨吧,三点多的事件,这个发生了很多事情, 最近这几天来,实际上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大家都首先都看到了,在网络上传播最多的是郭文贵和毛毛毛录音,重要人物录音,和这个录音,那个录音,说实在话,我基本上没听,基本上没听,然后呢,我让这个,我的这个团队呢,他们大概听一听是怎么回事,说有的是我的说话,有的不是,有的就是完全是乱编的, 演员演的,然后呢,这个,最近特别是放什么我和和平先生,我和这个什么重要人士,然后呢,我这个又和什么李友通话,特别多, 这些所有的这些行为呢,和这些发生,我相信所有的所有都知道,他肯定,不是那些,阿摩阿狗干的,他也干不了,他肯定也不是说,这个,跟我无关的人干的,只能是盗国贼,还有我爆料,处集到的利益集团的那帮人们, 那么这些人现在已经丧心病狂了,他们所有的这种行动,和他们所有的这种作为,没有出乎我们预料之外,这在我们预料之中,这就像我在五月份说的,从五一一开始,事实上,盗国贼们将竭尽权利,利用绑架的国家的权利,将不惜一切在两个十九大以前,对我开炮, 这种压力,和这种这个力量,是任何人是无法想象的,大家管看过瘾还不行,得看到事实的本质,特别是,特别是,这个我们面对的人士,掌握着攻坚法,掌握着纪委,可以说中国是百分之百的权利,被他们控制了,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说,这个盗国贼,几个小毛贼那么减, 很简单,而且,他们手中除了有权利,除了这个,什么都敢干,更重要的事情,出于本能保护自己和家人和利益,他们会不惜一切在家。首先要继续控制这几个机器,走路上还要控制自己的利益,还要实现自己的计划,还得保护住自己的喜欢的小手,还得保护住海外的这些金钱, 哪那么简单呢?所以说,这些人的疯狂,我们可以预见,可想而知。大概大家看到了,在开封,在几周以前,对郑州所谓的骗戴案,什么以逆票举罪,进行了开庭,但没有审判,没有给判决。那么两天前,开封的专业努,就像当年当年, 就是在两个月前,大连大案开案一样,来找到我们,那得罚钱,罚这个4个亿。从这个当时和新领导的谈判当中,和了解当中,我说我们没钱,新领导答应,说一年得给钱,然后呢决定把员工都放回来,都回家,所以说答应了罚3.4个亿。我说这个3.4亿罚的不合理,就跟黑社会绑票以后, 赎票是一样的道理,后来大家看到了,结果开庭,搞得完全不那么回事,跟新领导说的不一样,对着我就开包了,所有罪行都推到我身上,不但推到我身上,而且看到了把我们的吕涛判了实刑,而且要多待3个月,而且呢,这个其他罚款呢,就给3个月时间,就说的完全不算数,这才为什么有了文贵526爆料,这个526, 据这个新领导,老领导说,郭文贵不讲信用,毁掉了信义,大家,村友们都参与了这所有的事情,我每次老领导,新领导,给我说的话,我没有一次不兑现的,村友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那么我都交付了我所有的承诺,但是他们没有一次交付的,没有一次做到他们承诺的, 所以才有526,529,最后除了一个601,最后最大的616,大家看到了一些事实了,那么从那些事实呢,后来河南开封的案子,本来也应该是在6月底以前完成的,推来推去,最后呢,又把这个案子开始交给开封,重新装饰法院,然后呢,开始审理,让我们派律师,我们都拒绝派律师,因为我没必要派律师,这完全是栽赃陷害, 莫须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所以我们都拒绝,我们公司啊,御达承担法人呢,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副总呢是过去军人出身,在我们公司干了20年了,就像家里的这个孩子是一样的,而这个人呢,非常的实在的老实,而且还要说的事情,这个人极端爱国,极端爱党,因为他也是党员,曾经为了谁说党坏话, 爱国坏话,给人家打过很多次架,叫杨永先生,在开封开庭的时候,大家看到大高个,很帅,坐在那个旁边代表公司,那厅上的,这位人非常之耿直,所以他也是这些年呢,经营这个玉达酒店的这么一个主要的负责人,我们是团队角色,叫联席会议角色制,因为谁要单独角色,专业主角就没抓走,那么就在开封案开完以后,一直没消失, 三天前,开封法院说,找到了杨永,说我们要宣判了,但是你要接受罚1.6亿人民币,这杨永说我怎么来决定罚1.6个亿啊,我们就没钱啊,玉达国贸酒店,从93年投资,投了3.6亿美元,到现在为止,在玉达打过工的员工,大概将近4万5千人,而且到现在为止是方圆, 可以说800厘以内无一酒店,在品质上,在建筑上可以抗衡玉达国贸,它绝对是河南郑州市的,最高端的酒店,是河南的标志,曾经河南有人写了本书,这个河南人招谁惹谁了,后面的封底封面都是河南玉达,可以说河南玉达是河南人民在走进现代文明社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最代表河南形象的一个建筑, 它服役了多少的精英,以至于我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都能看到曾经在玉达工作的员工,因为我们和美国瑞士很多学校,苏黎社的留学院,每年有交换生,有实习生,都有我们的员工,这可以说,玉达国贸酒店作为中原佛手,诠释河南的历史文化和禅宗佛教,和对河南的一代一代的人的服役和经营, 给河南的形象,带来了可以说无法形容的贡献,而且河南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一家酒店能跨越,虽然这几年有什么香格里,拉西尔顿,那里完全不能比,不过就是从过去的穿草鞋,现在换成穿布鞋的,打着这五星期饭店的酒店,无一个人能和玉达国贸酒店相遇,玉达国贸不仅在中国没人能抗衡,我相信,就走到世界上也属于最一流的, 那么,玉达国贸呢,到今天呢,我们的员工和文化,可以说是,培养了我也培养了很多员工,也是最后能拥有盘古政权等一系列,这个企业的,可以说是我们的黄埔军校,是我们人才的摇篮,但是多年来,从开业的一天三千块人民币,到现在一天大概五十万人民币,那么三个都一美元的投资,它的融资成本一年都三千个美金,它每年都赔钱, 每年赔两到三个亿,那么这也是我们的黄埔军校,也是我们所有的家庭员工们的这种感情的纽带,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也非常的珍惜,所以想尽办法,让它不能停业,想尽办法继续经营,不但如此,我们也是这个中原区,中州市,连续将近二十年最好的纳税大户,我们不仅养育了这个河南区, 那是员工,给河南带来了美好的形象,国际形象,也抚育了很多的员工,所以说我们这个郁达就像个家庭一样,而且我们都太爱那个建国了啊,中原郁达国贸,你说我二十多岁,我二十多岁开始的,杨克强我是二十三岁开始建郁达国贸,到今天,这个感情实在是太深了,那么但是我们是真的是实在的,经营太难了,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 从来没有给出郁达任何所谓的,像海航拥有的,那样倾向性的政策,和关心和扶持,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在那边也是跟头把实的啊,货得相当不好啊,虽然我们装个该支持,该得和,啥事不忘心里得,但是心里很痛啊,很难受,所以这个他们找杨勇说,罚一点用意,杨勇说我们上哪拿这点用意,没有,然后这法官就说,你不能罚一点用意,那大量为啥罚算的, 是一样,大家知道,我原来讲过,大连拿案子,除了啊,这位我们的刘副市长,刘局长,啊,他这个要从这个李友那边弄个几十个亿,那么这个从当事人弄几十个亿,还建立李友的后面贺国强家族的关系,和公安上的关系之外,然后关系和人都能得到,同时也能弄个几十个亿,还罚了李友七个亿,这就是人钱关系双得,那么这个办案, 手法,他不是罚大连有,河南也有,河南也有,所以河南开封办案,你看来了,判你,可以啊,拿钱,一点六亿,来了,这不就是保票吗,这不就是敲诈吗,这不就是黑社会吗,所以从大连到开封,你就看出来,中国以黑治国,以黑反腐,以警治国,以警反贪, 这就是黑社会,本质就是黑社会,全人类上有一个国家,能这样办案的吗,把人得弄起来,无名其妙的给你关上一两年,然后给你加上墨西米的罪行,把你折得个半死,然后让你服了,机梁打断了,然后你要感谢党,感谢中央,感谢公安,感谢法院, 全家都折腾,精疲力尽,头发发白,最后,再拿走你的钱,他拿不出钱呢,所以说这个联系委员会就给我发了个信息,说郭先生怎么办,我说就一条,告诉他们,只要罚钱,河南遇到,一定关门,一定关门,我们过去三年活的那么苦,北京,盘古,政权,我们的想尽办法不停业,我们相信习主席啊,现在是习主席的,维和新的中央,他终会让人民, 他终会活嘛,他总有正义嘛,盗戈贼,一时绑架国家中央,他不可能永远也得省啊,说我们要坚持住,咬着牙,活下去, 掐了三年呐,没查出罪呀,没查出办法来,就是大家看到就开始,造谣也不成功,断资金战也不成功,抓人员工也没威胁成,抓家人也没有威胁成,这黑社会主要全用完了, 所以河南开始弄钱,一点用意,大连弄钱,反正是只能办死的, 哎呀,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中国哪个企业家不是这样呢,有几个企业家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这就是我说的,如果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你什么理想都是幻想,没有法律和安全保证的国家, 你要什么尊严,那你这真正都是幻想中的幻想。 那么开封这个1.6亿我们当然解不了了, 哎,这法官把杨勇前天给带走了,到现在失踪,失踪。 所以大家看到我,很高兴的脸的同时,你看到我有多大压力啊, 这个大连的不开庭,大连的不开庭,这个大连的还有好几个案都不开庭。 然后呢,就把我们这杨勇这个,这个唯一主事的,爱党爱国的,这个绝对的忠诚主义, 按照世界的这种文化标准,他就是一个民粹了,结果给带走了,当了这个十几年的军人,现在消失了。 消失完,这个时候,我们北京的很多员工给我反映,来了香港的警察,去查我们其他员工,家人问话, 包括塞亚人员,由专案组织带着。我真搞不懂, 我是香港警察,到大陆查案办案,它是这个两地是什么司法公租,司法解释,搞不明白。 然后当然,我头两天已经说到了,就在两周前,这个他们说我洗黑钱,查了和我有关的几家基金公司, 有一家公司查了大概150亿的资产,另外一个查了大概200多亿的资产。查完以后呢,就是光被洗黑钱。 能不能洗黑钱,咱用事实说的话,我有黑钱那就得查,活该呀,就是查。 我们有没有黑钱,我们知道,去了吧,张耀仙给封了,然后说你赶快公告,说你们这个公司被查封了。 这去了警察把电脑给抱走了,然后呢,这个给我们发,我们律师去找的时候发了函,说你等着吧,正在查呢。 我非常清楚,因为呢,北京各方的领导私下里名字都跟我说,郭文贵,只要你闭嘴,别再谈民主法制,别再谈郭七条,别再爆料,别再说王岐山书记,别再说公钱法,政法,孟建柱书记,傅政华,啥事没有。 你不说,那我们就从香港给你下手,资金给你下手,毁掉你的资金面,毁掉你的名义,天天都有这说行的。 那当然他就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哎,大陆我搞不了你,我在香港搞你去。 这就是你看到过嘴,查一个人查了三年了没问题,就到香港来搞我。 香港搞的同时,过去的一星期大家发现了没有? 笑笑的协剪绳,带着人到我楼下,叉叉叉,抗议,郭文贵是骗子,郭文贵叫我钱。 谢建生先生,你能拿出来我和你有一次合同,有一分钱来往,我和你见过一次面,那也算了。 我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没有任何合作,没有跟你债务过任何债务关系,没有任何法律有效的,我和你有钱关系,我欠你什么钱呢? 我也跟你不认识,你说我认识20年了。 这很显然嘛,这就是盗国贼专案主派来的,让他来在这骚扰我们。 然后大家看到过去的一周到十天内,这个专案主在办案当中收查了很多人的手机。 在这些手机当中,很多人把我们的通话给录音了,现在放出来。 这个放出来的录音,希望大家认真地听,到底是不是郭文贵了。 就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大概听了一下的那个李友余力那段通话。 任何一个有智商有脑子的人,大家听到这时候郭文贵说话。 还我喝酒了,我喝多了,我听了绝不超过两分钟,我一听就是假的。 而且李友配合演出。李友配合演出。 而且说的事情正好相反。 这真的是我很佩服。就是这个G三邪视频,文贵这个强奸女员工视频, 那三个视频出来以后烂得到家,被全社会全世界里面骂。 现在录制视频和假视频品质有提高了。 让大家看到了,从过去的趴趴趴趴视频,这个拙劣的伪造到现在越来越高。 但是,是不是郭文贵视频,任何一个技术部门,都可以拿出来鉴定。 所以我希望,任何一个能看到,听到视频的法治机构,来鉴定到底是不是郭文贵说的话。 是不是被鉴定说的话。那很显然的,全是假的。 不但如此,在我们大家看到了很多方面,放出的一些事情, 例如我给他明镜和平先生的视频,只有和平先生回答,那是不是真的。 那是不是真的。虽然你监听了我的电话,但是我跟人家说话前后语境,前后语句,东接西聘,改变所有说话的意义。 这里边听说最有意思的事情,就一个人在通话录音,没被剪。 谁呢?夏业良先生,没被剪。这真是有特权啊。他才没被剪。他就是说基本上是真实的,没变,没剪,没变音,还没有演员。 那么从过去讲啪啪啪视频,演员视频,到现在李友的出场配合的录音,郭文贵的演员,讲视频,到现在,这个网上一再传的什么,这个神秘人物二,神秘人物一,所有的就是过去。 就是这些来自北京给我威胁,下一步让我痛不欲生,让我无处生存,无钱生存,无脸生存,无人欲我生存。 这些人都在努力,都在努力。 然后同时大家看到了,在香港,你要香港你涉嫌洗黑钱,在北京当时抓住我们的员工处,是涉嫌黑社会。 涉嫌洗黑钱,然后据说明天还有报纸,要上媒体。 从香港媒体上,彻底计划你郭文贵,查封你所有在香港的资产和账头。 然后让你所有的伙伴都远离你,然后你看到财新的配合,就是要理解我们和这个合作伙伴的关系。 然后李友的这个出手,然后郭文贵是坏蛋。 然后这个啪啪啪视频,让员工的家属们,赶快把员工弄走。 同事给我分开,然后挑拨我的家人,再挑拨我和明镜所有和我联络人的关系,恐惧我,远离我。 挑拨我和律师的关系,挑拨我和美国机构的关系,损坏我的形象,最后让我变成孤家挂人。 这个在我和安全部认识的这么多年里边,我太熟悉了,我太熟悉了。 你们能干啥我也太能想象了,我也太清楚了。 包括过去三天,用无人机,两架无人机,想把文贵给干掉,直接接触。 想把我的船给颠覆在哈德顺河。 然后准备用手机,控制我的汽车,让车翻人王。 控制所有的网络,这都是军方的基础啊,可以说是最高了。 最高了,我过两天再讲的事啊,因为要等着美国有关部门,正在鉴定完再说。 然后去查公有关的资产账号。 所以现在,我说到回到香港,昨天凌晨三点多,去了二十几个警察, 拿着法院的搜查令,到了香港中医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以后,全面的让我们员工马上离开。 谁会弄?然后开始查。 把我们其中一个员工在路上给截住,让这个员工带走回去了。 这个员工已经被带走了,消失了。 二十个警察现在正在搜查香港办公室,中医办公室中。 有一部分是我的办公室,有一部分不是我的办公室, 也要搜查,带着是法令。 就是说,我过去爆料大陆的这个盗国贼, 还有香港的执法黑屋,和香港的部分黑幕, 已经严重的搓动了,这些盗国贼们在香港的利益, 和香港的真正的洗钱的利益,和真正的这些黑社会集团的核心。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顾不上什么基本法, 也顾不上所谓的法律和尊严。 大打出手。 现在就是要利用香港的警察, 对文贵进行遣返公告, 发红通,绑架家人, 孤立郭文贵,黑郭文贵。 我们说到这个时候,我们向所有的崔友们, 我想大家要问几个问题。 那么,海航是我爆料的主动, 王岐山先生,盗国贼,利益集团的核心, 摇庆冠军,刘成杰,孙瑶是核心人物。 我们爆了那么长时间料, 你看看查他们是谁呀? 是人家马凯,国家级待遇。 是文州州的金融部门, 核航空部门,主管部门去查。 那么你看看查萧建华, 包括查乐使, 包括查N个老板, 查五个人,都用什么? 用警察,用警察, 直接抓人,特警,拿着枪。 所以说,这就是过去我和安全部认识的时候, 他们永远告诉我一个地方, 文贵,在中国这个体制里边, 除了官二代,是人, 剩下都是奴才。 中国没有中产阶级, 中国没什么白领蓝领, 他哪里得瞎扯呢? 只有当权者和官二代, 他们是人, 我们号称为领导, 剩下都是奴才。 所有的法律工具都是, 我们的领导管理奴才。 你要天真的认为, 法律是不给老百姓服务的, 那你就不懂中国。 我们安全部, 就是我们的党, 我们的中央, 现任实权者和利益集团的打手。 他让我们要谁,我们要谁。 这都是公开在桌上说的, 公开在桌上说的。 这个曾经有一次, 非常滑稽的一个安全部的副部长, 在范桌上说, 他说郭文贵你非常的天真, 你竟然憧憬着中国有法律, 他有法律叫我们这人干嘛啊? 我们就是找专的一些, 执行的一些, 影响我们, 用我们的法律管我们, 管这些奴才的人。 你要是说都有法来, 用我们干嘛啊? 那美国的FBI干什么事, 得到检察官申请执行令, 他得向法院申请执行。 我们用啊, 我们领导说句话就去抓人了, 抓哥在那儿, 怎么抓你怎么申请, 我们说了算。 所以我们是不受制约, 就是我们的权利。 如果受制约了, 我们有权利吗? 我们就是执行不受制约了。 当然海内外我们所谓的情报人员, 就是服务于反抗我们的这些人, 就是谁反抗我们, 收拾谁, 抓谁。 这就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在中国, 所有的官员心里边, 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奴才, 一种就是今天的官员统治阶级。 没有人民, 没有什么公民, 还有咱, 我头上边说, 咱们老百姓有人不高兴, 别说老百姓, 说我们是公民, 人家老百姓也不那么认。 人家哪那么看得起, 你是当老百姓的? 那你自己认为啊, 自我享受啊, 自我意淫啊。 在一个夜走会里边, 老包子和妓女的关系, 我们斯文写一下, 哪有一个所谓的面子啊? 大家一个是老包子, 一个是妓女, 那你有啥面子啊? 要隐私, 哪来隐私啊? 只有接客多少, 受代变多少, 那没有什么, 这个所谓隐私和尊严, 让你去接客便宜死你了。 现在出了个郭文贵, 从毛指坑里边飞出来一个大区, 现在变成蝴蝶了, 他们看着不少, 这是一个背叛者, 那必须与灭之除之而后叛。 嗨, 还竟然跑了我们的敌人, 那个大北营, 美国给我们叫板, 还说我们香港洗黑钱的事, 那我就拿黑钱收拾你。 香港是洗黑钱制度, 谁不知道? 他不查别人干嘛查咱呢? 这是他手中的工具, 工具, 我早就有预料。 这个两年前, 三年前我都想到了, 他来的太晚了, 太晚了, 我早就有预料。 所以啊, 抱歉, 所以, 他们这个香港的行动, 还有这个北京的这个全面的, 这两天我看五毛在网上也大量的出来了。 这个, 这些行动, 从这个大连的罚款, 从这个开封的罚款不给钱绑人, 大连的是判了不放, 抓了也不放, 抓了就消失, 然后现在资产继续查封, 我们盘古, 政权, 还有这个玉大, 每一分钱动, 都不允许。 然后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杨英被帮出来以后, 人家没有生活工资, 给我们公司提出来补发工资, 因为他原来在民族证券上班, 不在盘古, 民族证券, 这个许子斌, 还有那个该吃吃该喝喝的那个鱷笨哈, 我还分的鱷笨哈, 这俩贺男老强, 这两个真的是大叛贼, 大怪蛋啊, 专门搞腐败的人, 拒绝给杨英发工资, 所以就是盘古给他发, 我们盘古账上有钱啊, 我们给周安主写报告, 说我们给杨英股发这个三年的工资, 周安主坚决不同意, 她属于民族证券方证员工, 对吧? 人家一个独身女子, 是一个独身母亲, 单身母亲, 还带着孩子, 看我什么都活呀, 在这两三年里边, 他的名字被盗用了这个手机, 用他的名字, 搬了手机, 连手机也没有, 手上还带着那个电子手号, 电子分钟器, 你说你让人家出来, 让人家活吗还是? 然后呢, 每天司法人家去威胁, 说你, 这种威胁, 对他来讲, 是多少精神打击, 所以中国这个老百姓的可怜, 司法的迫害, 到了什么程度, 你凭啥管住盘古政权的工资, 你凭啥管住这个, 这个玉达的工资, 你凭啥办案, 抓人, 弄人, 弄残废人, 还得罚钱, 人家公资都给罚, 结果到了海航, 到了王岐山领家的时候, 还要七八七到处飞, 瑶废先生, 孙瑶女士, 冠军刘成杰他爹是谁, 不跟你说, 那账上那么多钱, 不跟你说, 照样费钱。 然后现在, 就像昨天赖建平律师讲的话, 查到他的公司, 几千家, 上万家, 说办个博物院的这个词, 还不去查, 让马凯同士去查, 别吓着了, 马凯同士得喝了酒, 现在有些奴才们, 向我们叫板, 咱们得演演戏呀, 得找几个垫背的, 得弄几个人出去呀, 得罚点钱呢, 罚点钱是老百姓的钱, 是吧, 然后呢, 避重就轻啊, 关键事咱们不说呀, 然后找这个冠军的假爹呀, 孙瑶的假爹呀, 是吧, 然后这几个飞机的飞行记录, 咱得找个说法呀, 他贷款也得有个理由啊, 是国家利益呀, 一带一路啊, 对吧, 然后, 哎, 马凯同士做出决定, 严重飞机, 有这像李友那样, 无罪, 司法, 马上回家。 所以说, 你看看, 抓李友的时候, 人家要协助调查, 在里边跟警察一起吃, 一起喝, 最后的时候跟他, 在里边看守所里, 还可能跟那个陈华女士, 请人家中间见面, 几个女秘书还能见面, 随后, 人家以肝癌为名, 回去了, 住301, 换两次肝不行, 换三次肝。 你看看, 刘晓吾说, 你换肝, 换肝哪能行, 把谁给你换肝? 没肝, 李友, 不但换肝, 换两三次肝, 还要回家, 为啥? 因为有贺博强家族, 因为他有警察公监法, 有证监会, 人家还有, 人家过去的, 所有的这本大的, 这是利益集团, 有王仁科先生, 甚至有江家在背后说话, 那里有人家的犯罪, 人家弄的钱, 几千个亿, 就按比例说, 罚我们三个亿, 我们哪犯罪了, 你给我们罚三个亿, 李友弄了将近五千个亿, 你罚那七个亿, 这个比例也太差劲了嘛, 就按照比例, 你只能罚我们五分钱, 不能罚我们, 罚一毛钱都多, 你比例不一样嘛, 他获利了, 我又没获利, 我还避免了小武东被害, 这就是中国的法治, 这就是中国的案子, 不但你有案, 五罪四法, 钱只扣留了, 一个两个公司的七个亿, 而且, 所有股权都保留, 也没有查封, 然后住在工丸的酒店里边, 照样是吃还不完, 照样跟胡舒立女士, 经常约会, 继续可以诋毁郭文贵, 现在又站出来, 配合演戏, 中伤造假郭文贵, 伤害郭文贵, 人家这啥待遇啊, 有胡舒立继续为她摇起大海, 五罪四法, 几千亿自材, 你拿走, 你享受, 继续约你女朋友, 继续海满丸, 然后人家海航这事情, 要回来几个月份盆茶, 就瞪着眼说瞎话, 说到今天都说肉了, 连这个全世界都知道说是瞎话了, 全人类都都瞪着眼, 胡说话, 洗黑钱, 叫再留大陆, 钱进美国, 大家现在都明白了, 你看想想这个新闻发布会啊, 说的话, 我们将未来, 死了以后把股权全捐给海南慈航, 海南慈航是你的呀, 海南慈航是你家的呀, 到那时候海南慈航就扔给了假的海南工会, 然后把这几万亿的所有的债权留给了海南, 然后他们把这好的股权全换成了钱, 通过股市操作, 洗明白, 操作高低, 搞明白, 然后所有的相互担保, 内部交易的事情, 全留在大陆, 人家拿了几万亿走了, 人家的孩子全拿美国护照, 人家本人都拿了美国护照, 爸就走了, 你能怎么知道人家? 是不是? 而且就这时候, 马凯同志, 你给他足够了时间, 王岐山先生, 几个月, 把钱捣了, 把假文家做了, 而且大家注意到, 调查他之前, 他已经拿出了方案, 把股权捐给了美国护照, 美国护照已经和冠军先生, 和刘承杰, 和孙瑶, 姚庆, 王岐山家族, 实际控制, 用Family Trust, 背后最终受益人, 已经百分之五十二, 家长身份王健的两个人在一起, 百分之八十二, 这已经百分之八十二的所有干货, 全拿走了, 按照今天所有加在一起, 他的净资产是两万多亿, 两万六千亿, 控制资产超过二十万亿, 那么要是按照今天百分之五十二的话, 他就一万多亿了, 所以说这个, 纽约海航基金第三大道十六层这个地方, 所控制的这个基金, 事实上按所有的, 赖建平先生, 分析过的这些企业, 赖安永家的几千家企业, 所有控制的资产二十万亿, 那就是他们就是, 王岐山家族在这个法律有效文件上, 控制了十几万亿, 那么净资产就是一万多亿, 就不说他在美国占一百多套房子, 也不要说他在银行里有几百亿美元了, 这是什么数字? 不是富可敌国, 是富可买你的国了, 买你的国了, 怎么查啊? 在查之前, 先让他把股权转给纽约海航, 纽约持航, 用这个持航代表, 慈善, 私人积极给人假现象, 是公益基金, 骗到全世界, 可是人家美国不实的一考, 欧洲不实的一考, 现在全世界多过百家金融机构, 现在全都要钱, 全部要停止做交易, 只有中国银行, 中国建行, 中国开发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不如给他停止贷款, 继续给他贷款, 继续给他补血。 郭文贵今天在香港的带领, 遭遇和肖建华, 和王健林, 和乐视, 和抓着恩客老板, 什么郭广昌, 所有私人企业家, 和人家比比, 咱们是啥呀? 咱家妈咪沿着头上, 咱家那小姐也算不上, 咱最多是实实在在的, 过了气的小姐, 满脸珠黄, 过了气的小姐, 人家现在真正有了新的小姐了, 咱已经代替, 咱在那里边就不算什么人物了, 为了打击我们, 为了扼黑我们, 利用国家机器, 利用无人机在美国想把我杀了, 利用要下毒把我堵死, 利用这个最高的军事科技, 来控制电脑, 控制汽车, 要把你杀掉, 把你的船全家给翻到哈尔森河去。 他能控制船, 能控制汽车, 当然能控制飞机呀。 我头两天, 我真的感到很害怕, 为什么说我们有一次上飞机, 让飞机的机长说, 这个飞机出现异常, 出现异常, 这个飞机半天才起飞, 就是一直通信不好, 因为飞机上也有这个颜色系统, 但是飞机的系统相对可能是更加的安全一些, 而且当时我飞的是弯流650, 比较新, 但是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我现在往回看我才知道, 那我们能活着回来都不容易了。 所以说, 你看看, 动用一国之最核心的, 就差点放核武器和导弹了, 所有的媒体, 对付一个郭文贵, 对付所有郭文贵的员工, 不但要你命, 不但要你员工的命, 不但要你员工的安全, 不但让他们害怕, 还要要你们的钱。 什么叫吃人不吐骨头啊? 什么叫做, 真的是让像刘晓波叫死无葬身之地啊? 咱们现在还要讲法律, 咱们还有人要民主, 自由, 现在实在太搞笑了。 然后现在人家叫黄燕女士, 还有这9家公司到美国来告我, 给我讲法律, 你去想想这不太搞笑了。 所以啊,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 这几天上网络虚假的网络, 这些五毛们, 七毛们大肆地放出来,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 推特战绩是政府宣传部门买的, 买的, 他将吃粉, 然后捣乱, 骇客所有跟我有联系人的手机。 这个昨天, 我们这个家里边, 就是两个美国人啊, 这个工作人员的手机, 一样是发这个垃圾信息。 一小时能发几千次。 我告诉他, 我你把那个Facebook的这个, Facebook的工程给关了, 就算了, 没了。 但是你们可以想象, 他们为什么能和害这个手机呢? 原因很简单, 就我的手机被害以后, 它完全控制, 无论你关机都没有用的, 我们在船上都试过了, 关了机都没有用, 你所有周围的网络都被它控制, 就像一个麦克风, 就像一个它控制电脑一样, 它同时给找到叫半号, 半随号, 就在过旁边所有人手机的号, 一样给你拿下, 就是我们有推友们拿的手机, 你可能你的号被监听了, 但你比你近的爸爸妈妈, 老公, 老婆孩子的号, 朋友的号, 一样被它给copy了, 叫半随号给拿走。 所以它知道你这任何人, 我都可以给你害掉你。 据我所知, 所有和平先生, 陈小平先生, 还有美猴王女士, 还有郭宝胜先生, 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那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他们的恐惧, 和他们的流氓, 和他们的完全无视法律, 和完全没有底线, 和他们上心病狂的一切的证据, 也是他们的心态, 那都证明了这些。 我还是那句话, 他们的恐惧就是我们的武器, 他们的行动就是我们的证据, 不要害怕, 这都是好事。 大家拭目以待, 我这核武器, 我再说一遍, 没开始了。 我在几集以前就爆炸说过, 他们一定要这样做的, 一定会走着一条路线的, 然后他们一定会大张旗鼓的, 动用国家的宣传机器, 动用国家的所有的攻减法机器, 国内, 香港, 公减法。 你看看, 他们永远用的是公减法, 永远是公减法。 所以他们就相信, 暴力, 武器, 绝不会跟你讲, 他可以找什么, 找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部门啊, 跟你谈谈谈教育部啊, 是吧, 交通部啊跟你讲, 不可能。 一切都是至于你死地, 让你失去自由, 失去尊严, 失去财富, 失去健康, 为目的, 那就是我说的, 他们的目的, 最高目的, 是控制国家, 控制国家的第二个目的, 是获得财富, 让他们安全。 第三个, 那就是一定要得到, 刀把子, 攻减法, 钱袋子, 所有金融, 然后手铐子, 党内手铐子, 中纪委, 那不行, 你不听话, 所有的九千万党员都被他绑架了, 都被他绑架了, 如果你不听话, 那我就把你抓起来, 你必须替我去卖命, 去杀人, 然后再抓住枪把子, 那几方军, 在这个较量上, 大家不用天津, 虽然现在咱海外所有的推友们, 咱们现在最近啊, 小友收生以后, 大家都很兴奋, 好像已经大胜利在握, 胜券在握, 郭文贵还真没这本事, 这段时间也不可能, 让咱们有什么大获全胜, 咱能有一个反国的机会, 铺了蓝下的, 不简单了, 但是我们胜利, 这回一定会是我们的, 但我们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耐心, 我们需要智慧, 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插亮我们自己的双眼, 还有, 我们要团结, 等过一段时间再往回看这些事, 都是笑话, 都是娱乐, 大家会都成熟了, 在这个所有的郭文贵爆料的过程当中, 和这些斗恶贼的斗争当中, 大家会学到斗争的智慧, 斗争的办法, 考验自己的心脏, 考验自己的真正的是善恶, 真假的是非观,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所以说我在几个月以前说, 我告诉大家, 一定给文贵三年的时间, 三年以前说达到什么不可信, 这个昨天晚上呢, 很多推友说, 你看, 你原来说希望王岐山十九大, 千万别进十九大, 现在你又说鼓励王岐山, 这个待着十九大, 和傅臣华等等, 孟建柱都待着十九大, 你这是富尔法人吗? 所有的推友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目标, 和所有的战术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人能够做大事,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要素, 目标不要变, 但是随着事情的变化, 战术必须挑战, 为啥我要让王岐山先生, 傅臣华先生, 孟建柱先生, 待在十九大, 是好事呢? 因为待在十九大才能证明, 他们是不是到我这里, 他们到底是不是到我这里, 我们无法证明, 在十九大以前, 海航事件, 由于所有的国内事件, 都在王岐山先生, 和孟建柱先生控制之中, 你所听到的任何处理方案, 都是被修改过, 对他最有利, 甚至, 不管你怎么说, 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而且你无法控制, 因为国家机器, 这四把武器在他手里边, 但是, 九千万党员不是傻子, 我初步的评估, 九千万党员, 百分之一的人是好人, 九百万人, 有个七八百万人吧, 就是一百万人, 我们就说有五十万人, 就是是坏人, 百分之九十是好人, 他们在完成了九十九的人, 让九十九的人, 能站出来说话, 那比登天都难, 为什么? 我们的脊梁被打高, 我们很多人已经被蒙上眼睛, 洗了脑了, 吃了, 人吃完了, 但是百分之一的人, 控制着这九十九的共产党员, 要让他们看清楚, 看明白, 对他们实实在在的威胁, 是需要时间, 是需要时间的, 光仅仅一个海航, 那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说的, 那恒大的许家印, 那香港的股市, 你好好查看, 过去的那些股市怎么起怎么付的, 那贷款哪来的, 那每个消费的融机率是怎么着整的, 怎么搞的金融, 怎么获得盛金银行的贷款, 盛金银行的股权, 哪个公司股权怎么来的, 那说起来, 你都搭着去了, 还有上海的上海银行, 那多大呀, 是不是? 还有, 我说这听说, 我昨天在指导人告诉我说, 我说过金木棉公司, 金木棉竟然发信息威胁我们, 我说他不知道, 金木棉公司你听着, 你威胁谁都可能, 你威胁郭文贵你威胁错, 你再来威胁威胁试试, 接下来一定有金木棉, 你威胁威胁, 你把你的黑道和纸招, 拿到美国来试试, 你对我来试试, 我就挖着你们有点行动才好, 还有绿地鸡团, 还有澳大利亚这些师生子, 这些事情早着呢, 早着呢, 所以说这些东西爆了, 哪个都是很大的事, 所以这些事情爆完以后, 你才能发现, 所以我说这盗国贼们, 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 这是为什么717以后, 全世界的有本事, 有知识的华人们, 像袁宏斌大使, 像唐波乔先生, 像辛浩年先生, 像曹长青先生, 像这个赖建平律师, 还有像一个个出来的女士们, 都看到了事实的本事和真相, 这是需要时间的, 717绝对是一场革命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还会再爆料一次一次的革命时间, 来证明这些盗国贼, 让全国人民多一点人, 一千万人民, 坚定地相信盗国贼是他们的威胁, 受了国家和民主的威胁, 也是习主席和真正的九千万党员, 99.9的人的威胁, 我们才有机会赢,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所以说呢, 大家要看到啊, 杜国贼那下面用的手段, 纳贵越来越猖狂, 他越猖狂也好, 郭文贵就是个招摇金, 昨天我跟一位美国的这个, 司法部门人, 我给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如果现在你坐在我对面, 我拿一个杯子砸到你脑袋上, 结果是什么? 他结果是你们都会抓起来, 会关三年, 什么原因, 也不会让你郭文贵离开美国, 我说在中国, 任何一个人呢, 当官拿杯子砸我脑袋上, 我得说我很荣幸, 然后呢, 您喝多了, 不好意思, 我惹您生气了, 那他说, 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题是什么? 我说话题有两个, 目的有两个, 我说我告诉了我两个朋友, 做了三件事, 结果他们解决了他天下最大的困难, 其中一个朋友在洛杉矶, 是因为中纪委的一个高官被抓, 被抓, 就是那个卫健, 比较来二十的主任, 卫健被抓, 他跑出来了, 头一段时间可能要被回去, 资产也是很多被插头, 当然他有钱了, 后来我说我告诉你, 你不用找律师了, 你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我告诉他一句话,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彻底安全了, 结果他安全以后,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他身边, 有一个更大的人物, 像他一样不安全, 他也采用了同样的招, 结果他们也安全了, 不再安全了, 还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重要的屁股, 而且跟当地部门正在合作, 他俩现在成了相处伙, 接下来报照当中, 这俩人会出来, 是一批黑马, 我想说是什么事情, 对待盗国贼们, 你们千万不要怕, 他就是让你恐惧的, 我那两位朋友都被吓得, 真的是头发全摆, 体重瘦了四十多斤, 因为他的签证出了问题, 因为他的资金出了问题, 我告诉这招以后, 钱也拿不来了, 签证也拿到了, 不但签证拿到了, 还拿到了绿塔, 去除拿到了绿塔。 所以跟他们之间, 我们要妄调恐惧, 我们要用智慧, 要善用美国的法律, 这就为什么我昨天我说, 我主动要求不和美国政府任何人和谈, 我要到法院去, 接下来的故事会非常精彩, 他们用香港的警察来黑手段, 用大陆的警察玩黑社会, 咱用美国的真警察, 用真手段, 真法律, 来证明他们是龌龊黑暗。 上次, 由于我维护我老领导的尊严, 和带来的三位国安人员, 这四个人, 他们离开了美国。 昨天所有人都埋怨我, 说当初这你说一句话, 他威胁你了, 他们都在美国待校十年。 说你的善良, 放走了四个人。 后来说, 在你华盛顿的, 当时的孙维军先生, 如果你说一句话, 他是来威胁你了, 那我们也让他走不了。 我说即使让我今天选择, 我也会选择, 我不能说他没卸过。 因为他们也是体制的执行者, 他们是来执行命令的, 不是他跟我有天然的仇恨, 何况我的妻子, 我的女儿, 是在他们的帮助下, 和孟建柱先生帮助下, 让他们回来的。 这是为什么到现在, 关于孟建柱先生的事情, 我尽量不报。 除非把我逼得万不得已, 那没办啥。 关于老领导, 我也尽量不报, 因为没办法。 关于孙维军先生, 我也尽量不报, 因为毕竟有事是恩于我。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告诉我那两位朋友, 我说, 一定留在手里有牌。 你打的哪个牌, 手里没牌了, 你玩啥呀? 最可怕的是, 人呐, 等不到你胜利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这就是为什么, 天下独, 毛岐山羡慕斯马仪, 要活得长寿, 要等到所有的对手的战场都死掉, 剩下你是收拾战场那个人。 你这么想, 谁不这么想呢? 我一定会成为战场上首先被干掉那个人, 让别人收拾战场那个人。 所以说我尽可能的不把自己的牌权出去, 我尽可能不把牌, 重要的牌权出去。 我一定是把像717这样的料, 慢慢来, 没有半年的时间我能出717的牌了, 接下来, 咱会看看我能出啥牌。 然后呢, 怎么跟三年时间怎么做。 但是一旦到了, 我们这些盗国贼们, 他们真的上心病狂, 他们真正的上心病狂, 不惜一切手段代价的时候, 我会告诉大家, 中国金融在美国有多少钱? 我告诉过大家, 数字远远超过你。 我们中国的石油领域的钱都去哪? 这石油合同在哪? 中国的金融外面是怎么造的家? 还有多少人是被暗杀了? 还有过去的五年, 到底反腐当中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我上天给了我使命, 我都是知道的。 我可以说, 我现在越想我的经历, 越可怕。 为什么我知道那么多事情? 为什么让我上天我说那么多事情? 现在想想, 我知道事情确实有价值, 确实有意思。 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 所以呢, 我们所有的村友们, 看到盗国贼们这些疯狂, 从大连案子到开封案子到香港搜查, 最受害的, 我非常抱歉, 是我们的员工。 是我的员工, 和员工的家人。 这是我心里最难受的。 这是我心里,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睡觉, 听着这个香港的, 咱跟我说的情况, 我是最难受的。 但是没办法, 我也提前告诉老师的员工, 必须有心里准备。 而且我说, 如果是狗熊, 这一回就把你撩倒了, 你再起来。 如果是英雄, 这会成为你的机会。 这就像我小的时候, 真的很多事都不懂。 我在这个, 当时被关押1989的时候, 在那里面认识了宗教人士, 大学讲师, 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民主人士, 还有一些真正的, 抓起来的警察和官员, 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 学到了太多东西。 没有那个二十多个月的官押, 和那种侮辱, 吃棉花, 喝凉水, 吃发霉的窝头, 然后这个, 戴着八个月的死刑掉手铐, 不会有今天的问题。 所以我所有的家人从里面出来以后, 我告诉他们, 你们头上的白发, 但愿成为你人生最精彩的篇章。 你所有失去自由的时间, 但愿能让你成为育众不同的基础。 如果你被这些事情给吓住了, 变成病了, 变成失败和怒惹了, 那很对不起, 那你就是一个loser, 失败者, 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但是我不希望你们通过这种痛苦办法, 去完善自己, 去完整自己。 但是既然有了, 就要去享受它, 利用它, 利用这个失去自由, 利用这个被打压, 利用这一个, 一生中最痛苦, 最痛苦, 最具挑战的这种机会, 让自己完善, 重新塑造自己。 我在此呢, 对我所有失去自由的朋友们和家族, 表示忠心的道歉, 表示忠心的难受。 但是, 我唯一能帮大家的事情, 第一, 经济上不是办法。 我们, 会让所有全世界看到我们到底人, 有没有犯过罪, 有没有犯过法。 他们对我们的陷害, 对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这种黑社会手段, 我一定加倍给你们逃回来。 记住我郭文贵说的话, 所有他们对我们采取的黑社会手段, 一定会给你们逃回来。 而且文贵现在不是一个人在作战, 是多个国家, 多个组织, 多个人, 还有我们今天这么多推友们一起来做的。 我们会逃回属于自己的公平, 我们会逃回属于自己的尊严。 请所有的员工家族记住, 文贵欠你们的, 从各个方面都会去补偿。 文贵所有要做的事情, 一定记住, 不会妥协。 我不会为了暂时你们获得自由, 或者是暂时怎么样, 放弃我的理想, 我永不妥协。 今天的发生在无预料之中。 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也早有打算。 我做好了一切事情发生的可能, 但是我战斗和我实现理想, 走向我们心目中的希莫拉雅, 绝不会改变。 所以所有的推友们, 所有的我的员工和家属们, 还有那些办案人员, 咱们拭目以待, 谁黑谁白, 谁善谁恶, 事实、时间、上天会给我们答案。 最终, 我相信答案出来之日, 就是真相大白之时, 善恶, 定有天数。 过未来几天, 我会继续报平安直播, 讲述这几天, 这个无人机自杀, 这个刺杀, 这个猎杀, 还有更多危险的事情。 我要分享给所有大家这些关键的信息, 因为这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它关系到所有的美国和欧洲, 哪个世界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每个所有的生命安全, 因为太恐怖了, 我要把这所有的证据固化以后, 我会向大家讲, 然后呢, 适当的时间, 我们会在美国的媒体上, 我们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公告, 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尊敬的推友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文贵在这种环境下, 我给你们讲个百分之一比例的, 发生的事情, 只是让你们知道, 看到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盗国贼们, 真正的绑架了国家, 真正的到了一种上进天良, 完全是黑社会手段, 让大家把我的事情, 作为你们一个借鉴, 把我的事情, 也给中国的私人协家做个借鉴, 把我的事情, 让中国的私人协家, 引以为鉴, 不要伤害, 不要把钱, 除了你香港的中资银行账号, 不要把钱都放在香港, 不要把香港当成真正的就是个法治社会, 那你也被黑社会控制了, 给自己的孩子和家人留点后辱, 一定学聪明, 一定学聪明, 找动手, 还有机会, 玩动手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要知道, 中国的金融和中国的法治, 现在不是倒退, 是迅速的正在往时期时代, 大哈部的迈进, 但是, 我们会改变它。 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